大家好 前两天有一个新出了一个案子 就是两名中国企业高管在菲律宾被绑架 然后还被撕票了 绑他们的人最初说500万赎金 然后家里回复是500万 我一个小时之内也能跟你凑急 你一定要放人 结果绑匪一觉得不对劲 妈的一个小时就能凑500万 不行 第二天就改口了 所以要赎金增加到2500万 然后其实企业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给他妈发微信 说先打20万 说打了20万才让喝水 这个都是有截图的 这个都是真的 然后绑他们的人 就是现在案子已经破了 人质已经被撕票 绑匪已经查到了 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国人 这个很可悲 这东西就是中国人算计 中国人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到了这种地步 就是把你 把你骗到国外去绑架 勒索 被绑的两个人呢 都是做医疗外贸器械的 做医疗外贸器械 是在欧洲的一个行业的年会上认识一个菲律宾代理商 这次去是被骗局说谈业务的 结果一下飞机就被绑票了 提前预谋 提前 这是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 针对他们这个行业的人 针对他们这个做医疗器械的这个行业的人 精心设置的一个骗局 就是你几乎是没有可能跑脱的掉的 是吧 你在欧洲那么一个高端大戏上档次的会议上 认识一个中国人告诉你 我在菲律宾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们要先给你加上联系方式 朋友圈是吧 自己设计一下 包装一下是吧 然后给你 没事跟你聊个骚 然后 然后约你去谈业务 你一动心 你啪啪就去了 你自己买票就去了 自己把自己送到蓝窝里面去了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联系他们去的就是一个女的 是个美女 就是个常用的 惯用的一个网络骗术的套路 是吧 套路男的就 就用美女 是吧 套路女的就用帅哥 那种白马王子的形象去骗他 这种骗局就他们 他们做医疗器械 这个外贸行业的 几乎是 就是针对他们设计的这个圈套 他们 一旦被盯上 你就没有可能逃脱出来 是吧 你只要有心赚他们的钱 那么你就会把自己送上门 是吧 那一说业务 你们过来谈一下 这两个人就一起去了 这很可悲 知道吧 这个一个是苏州润迈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国际营销总监 这个 这是其中之一 然后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姓孙的 是在法国 这两个人是在法国巴黎一场正规的业内展会上 认识一个自称李辣的一个女的 表示自己是菲律宾一家医疗公司的经销商 说他的老板实力大关系硬 能跟甚至能跟菲律宾总统说上话 这个说经常帮政府做医疗器械采购的市场很大 那你们来吧 咱们这个东西叫什么 面谈 是吧 这个姓夏德和西孙的这两个人 是吧 一看这么大商机 不去把握一下 是吧 这个东西就错过了 然后就两个人就去了 一去 一下飞机 就被别人筐去 绑起来了 哎 然后现在是破案了 其中 其中参与已经抓到一个是 中国人 还有的就 还有人 还有人 还有共犯没有被抓捕的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家属是打了 只支付到了三百万赎金 后面的钱还没付过去 就人已经被杀了 已经被就是两个人已经被撕票了 哎 然后今天就是有人那个曝光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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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数 他说作为医疗器械外贸的人 说碰到这种骗局就是 就是几乎就是没有生还的可能 他们这个这里面有专门介绍的 他说首先这个绑票集团派 就说这个故事 他绑票集团派了个女的去欧洲参加这个什么放射科会议 其实就是他们医疗器械会议 就据说是世界最权威的会议之一 一张参会的门票就是要八百欧到一千五百 就将近一万块钱了 也就是说 你仅观展你都要付将近一万块钱的门票费 然后这个女的从菲律宾过去连机票带时速投入是大几万的 这么大的代价为了骗几个人去菲律宾杀了勒索 你这东西你都难以想象是吧 其次这个女的利用借口是 菲律宾有个华人房地产商姓洪扶持总统当选 被给予了把控菲律宾公立投标 公立医院投标的权利 邀请两位这两个受害者去合作 朋友们这种朋友说 这种说是在医疗器杰领域并不少见 东南亚华人有钱的大家都知道 而且真的有成功的案例 这个女的像说过特训一样 准确的击中了两个受害者的需求 并切合她们的常识 所以没有引起怀疑 然后就是这个展会是在三月份举行的 然后六月二十日两个受害者就落地菲律宾 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打电话给家里说 欠了赌占要还三百万 二十四号就被杀了扔在海里 然后这个座局跨度三个月 做准备恐怕更早 这两个人是普通的中高阶层 中高阶级 非财富顶级人 这种谋划居然是针对她们这样的人群 然后还一点就是这个女的还出现在其他医疗设备从业者的微信群 可以说是多线发展挑选下手目标 除了两个受害者很难说有多少人真正在打算去菲律宾建这个大客户 然后仔细一分析群里的同行同业人员都是倒吸一口冷气 觉得患上自己也无法避免 是吧 只针对这个群体 针对这个特殊群体专门设计的一个圈套 一个套 这个杀人集团相当了解中国医疗器械出口行业 了解外贸人员的从业习惯 了解加害目标的情况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两个人活着回去 百度至极 国内你要验客户要他提交三任 国外没有这种执照可以评判 当骗子派了豪车去接外贸经理去大老板家里做客 百分之百的人会踏上这条死亡之路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行业的人设计了这样一个骗局 从而且这个鱼儿还是放在欧洲 在欧洲就给你勾上 告诉你我在菲律宾有大业务 在一个 就是还是那句话 叫那个什么 中国人出国最需要防范的还是中国人 你看这种东西 还是被中国人骗过去的 一骗一个准 就是你几乎没有办法从 从那么大的诱惑当中 就警觉什么 原来 本来以为自己是谈个生意 行不行吗 就算不行啊 就就就就就算出去捋个油了 玩几天再回来 没想到你一去 就被就成了被绑架的对象 然后 然后然后还还面临被撕票 你人家可能就没打算让他回去 是吧 中国人出国一定要小心中国人 这句话真的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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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中生有 不是空穴来风 这都是 可能都是 血泪使积累下来 总结下来的这么一个经验吧 我只能这样说 感谢大家 听我呼吱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